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文林珍 今天在我们录音室里面是阿西神父跟秀慧 我们早上来谈谈 很多人可能听过 但是说不定很多人依然陌生的 圣心教育跟民道教育这层关系 我们上一节节目里面谈到 普神父从教堂 他本来只是在教堂工作 发现那个滨海地区 其实很多生脏的小孩 所以他开始成立了这个 圣心教育应该去收容这些人 那人数其实已经到极限了 那时候是100床 可是收到已经10号床 而且后面还有很多人在排队 因为对身心障碍的小孩子的关心 老实讲是近一二十年的事 之前大家也还没有把人注意到那边去 也没有能力吧 那所以到最后其实 圣心教育应该在这个扮演 这个过程里面是台湾在 嘉义那一带非常重要的一个教育机构 但事实上是大部分的兼会 除了政府少数的补助之外 其实大部分是来自募款 而且老实讲 我觉得神父们跟修女们都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性 我那时候真的是一直跟他讲 你们要站出来 你们要自己告诉人家 让人家知道说我们需要什么 可是他们都太客气 好像觉得这个是神叫我们做的事情 就变了你知道不知道 你说普神父到后来他已经很老了 好像政府才知道这个人才搬一个奖给他 对不对 我曾经在敏道家园里面看到普神父那时候 普神父那时候故事很多 可是你没有亲眼看到某些记录 你真的无法相信 我记得他那边有个录影带 是他晚年已经生病了 这个可能阿西听说是阿西神父拍的 等一下阿西可以补充 我只讲我自己 我第一次看到是普神父他躺在病床上 那时候应该一百岁了吧 九十几岁 九十几岁 然后大概生病了 然后被他弄到医院去 老实讲那只是一个普通医院的普通病房 他觉得太高级了 对他那个铁架的房 不是我们那种保险 每次住院都住一等病房 因为反正保险公司都会付钱 我跟你说你会住到不好意思 因为神父躺在那边 然后他醒来 他竟然跟他讲说 我怎么可以住这么好的地方 我没有资格住在这么好的地方 给你们做了不好的示范 对给你们做了不好的示范 我自己说我看着没什么给他漏出来 你想想看现在台湾多少宗教团体的领袖们 都被当成皇帝跟皇后一般服侍了 对吧 那你看到这种外籍神父 他们奉献台湾这么一辈子 然后自己生病躺在那边 他一直依然觉得那是不行 那我不能这样 我没有资格去得到这个东西 他认为奉献本身就是一种本人 他甘在生下就是要奉献的这样子 所以阿西你到时候跟普神父认识的时候 你怎样去看普神父这个人 其实为我刚到的时候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严肃很严格的 但其实你跟他生活的话 其实平常生活不会这么的严肃 他也有可爱的一面 你好比说我们在饭桌上吃饭的时候 我正式要跟他讲话 他说听不见听不见 可是当我跟隔壁的神父讲话的时候 他在偷笑 好像他听到了 这是他很可爱的一面 所以他其实盛心教育院成立的时间是民国期间 79年 79年到民国83年你去的时候已经满床了 其实第二年其实满床了 第二年就满床了 所以秀慧的资历可能比阿西神父还久吗 还是你们差不多 他比较久一点 他几乎是跟着盛心 所以你已经把多年时光架给盛心了 架给工作了 认识架给工作了 所以盛心到好像是到2000年左右 1999年前后就决定说希望有机会 可以把环境弄得更好一点点 因为老实讲那时候去盛心真的会觉得很奇怪 因为旁边跟着市政的发展之后 旁边就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出来嘛 本来是很简单的一个乡下建筑 但后面有一个资源回收场 那一大堆没收回来的东西是在那边分装嘛 还有养鸡场 对还有养鸡场 这很多东西就集中 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希望有一个机会 是能不能有机会把它扩张开 就是希望把那个位置稍微千里 那时候当然阿西神父啊 秀慧他们就很努力 我们是那个时候才跟盛心教养 也比较有紧密一点点的接触 因为在之前你已经就是台湾电影已经拍过嘛 所以一听就觉得这个东西应该 如果我们有可能就去帮忙这样 所以那时候那时候花了多少年时间 才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位置把它移过去 其实本来就是要在也是在附近 对附近有一块地 然后后来就找到这一块就是也比较大 可是在过程当中有很多曲折啦 就是可能买地啊 跟台湾的接下 其实也不是那么的顺利 后来真的是很多人帮忙啦 就好不容易把它弄起来 那当然这个过程里面觉得蛮好玩哦 那时候开始在建的过程有去参与嘛 那时候两位修女 一个是满修女嘛 一个是纳修女 而且纳修女很好玩啦 纳修女好像在菲律宾的时候 她是一个修女 可是她然后负责公公公 她的专场是有关于土木建筑 对建筑的 所以很多的医院里面的建筑的 比如跟他们 因为台湾其实很多建筑 他有时候他并不会 并不是非常专业的人在这里 他只是做出一个设计嘛 那这个到底合不合用 不知道 我听说这个修女呢 在这个过程 第一他有怎样照顾 这些小朋友的经验了嘛 然后这个医院应该怎样子 我才是有一次我去 我记得他好认真跟我介绍说 万一发生地震 或者火灾的时候 小孩子应该用最快的方法 把它移出来嘛 因为小孩子不太会动 所以他中间还留个四四方方 很大的空间嘛 怎样怎样直接这样下来 一个一个走道 对对对 所以走道都很大 就是他用他的那种文献 是第一 就是已经有医疗照顾经验 再来他也本身一个土木的 一个专长这样弄 所以你会发现 连修女好像都是因为 浦神父的那个影响 所以他们对他们的工作 跟那个东西是非常非常 非常努力的这样子 可是很可惜的是 浦神父基本上来不及 看到新的院子 就是敏道家园 这个地方完成 他已经不在了 对对 所以他是 浦神父是几年过世的 九十一年 九十一年七月二三号 然后敏道家园是九十七年落差 对就经过六年嘛 所以浦神父得到那个医疗贡献奖 是九十年还是八十九年 医疗贡献奖九十年 九十年嘛 就是他过世前一年才拿到医疗贡献 才被政府看到 才被政府看到 才办那个医疗贡献奖给他 可是第二年他就已经过世了 可是那时候事实上 所以可见 圣形教育 从圣形教育 应该变成敏道家园 比较宽大这个院子之间 是经过非常漫长的 的争取跟努力 将近十年 从八十九年那时候 浦神父百岁生日的时候 因为后面排队太多了 我们排队那时候一百多个 所以神父才想说 找一个更大的地方 然后将这些真的需要的孩子们 能够安置在一个舒适的地方 所以到九十八年 2月1号 2月21号启用的话 总共历经了快十年的努力 所以历经十年的努力 就从现有的100床的容纳 可以扩展到差不多200床 那最近是大家 我想很多人不清楚 就是说 我们当初也是以为圣形教育 如果是这样移过来 到敏道家园之后 敏道家园之后 这边有200床的容量嘛 那圣形教育 给我们感觉之后 他已经功成身退了 我们第一个反应之后 圣形教育的任务已经结束了 这件事情就 然后敏道家用200床的容量 去承接这些 当然后面还是有人排队 但是这种心极致嘛 起码比原先多 然后燕子盖的很漂亮 就是干净 然后宽敞 比原来真的好多 好太多了 可是 后来发现事情不是这样 政府还是有他的规定嘛 有他的规定这样 秀慧你要不要把这一段讲一下 好的 是这样 因为那时候的 刚开始那个 敏道成立的时候 我们很高兴 我想说我们搬新家了 可是政府说不对哦 因为盛心教育院 他并没有结束 他是一个法人机构 而且当初省政府那时候 还没有精神的时候 补助盛心教育院 两三千万 那他认为说 这个使用期间最早五十年 就是政府补助你们两三千万 你先不然要给他经营五十年 我呼呼这个实在是 那盛心才二十岁 好可怕 盛心才满二十岁而已 还有三十年 后面还有三十年 事情要做 所以我们在思索说 那盛心要做什么 既然说敏道家园 他就是已经发展出来 那盛心本院要做什么 对不起 我想打一个岔 就是盛心在搬到敏道家园去的时候 你们也不知道说盛心教育院 这件事情 盛心教育院本身不能停 这件事情 我们是认为说敏道家园是个分院 我们是一起的是一体的盛心跟敏道是一体的 可是他不这样认为 他是认为说现在就是整个国家的福利 趋向于社区化小型化去机构化 他不主张那种两百床或三百床四百床 那种大机构 他不行 对对对 所以他就是后来就是政府要求是希望敏道能够独立立案 那我们配合政府的政策就是敏道家园就独立立案 所以你们也没去argue 没有去争辩这样子 就是配合 这个政府讲什么我们就配合这样子 就是配合 所以这部分就是敏道立案了 那圣心也是维持 现在事情就来了 就转型了 这个变成是 好了这样讲好了 本来我是觉得一个担子 这个部分有点重 我们把它弄得更大一点 大家一起来服 结果没想到说天啊 那边那个你也不能放 所以你变成同样的人力 你们变成要承担 又多出一个东西来承担 这一个两百床的这东西已经存在之外 圣心原来一百床的这个机构 法人这个单位还是不能放 所以你们现在变成要承担三百床 就等于是吗 等于是这样子 两个姐妹校 对两个姐妹校都要同样这个群人 承担 只因为政府在之前 曾经给你们三千多万嘛 对不对 所以你们要搞五十年就对了啦 所以你们现在必须 敏道的某些人继续拨过去去承担圣心的这样子 应该说政府肯定圣心 跟敏道的一些服务 是啊 这个当然啊 当然你如果跟公立公家单位比起来 他们真的做的比较好这样讲 也许很多人有意见 但是事实如此 但是话又讲回来 你们真的是就什么话都不说 然后就承担下来 这个都是普臣妇教坏的啦 好像每个人都要去奉献啦 所以你现在呢 现在圣心教养院 因为敏道家人在还是就是继续 不是就是照顾之前所计划的东西 就是小孩子嘛 就是身心障碍小孩子 所以圣心要七分开来 应该这么说敏道的家人当初是要为了成人重残 的一个服务 是成人重残的朋友 所以是要照顾他到年老的 那我们那时候圣心那时候有思索 对不起 打再来 就是说从小孩子我可能住进来 但是变成用一个长期照顾一直到年老 这样子 是 我必须跟各位观听众朋友解释一下 你们也许会觉得说 为什么要从小孩子照顾到年老 因为他们完全没有生活能力 甚至就是多重障碍 他是重伤害就可能是肢体残障之外 再加上智能不足等等 他基本上就是 就是一个要躺在那边让你照顾的人 所以你就是要真的是要从小照顾到他老嘛 是 就是一开始有 普世尔有这样一个意愿的时候 他也考虑到像身上的 就是这些弟兄姐妹们 他们年纪慢慢大了 那父母亲也慢慢老 对 那兄弟姐妹有他们各自的家庭 所以真的需要有这样一个地方照顾他们到终老 对 对 所以 哦 明道本来就是希望做一个更长期的 的照顾 照顾 就是从小我可以 可能现在送进来 然后一直照顾他终老 终老 是 那圣星呢 现在圣星的计划是什么 圣星的计划就是转型 转型成中高领的圣星障碍机构 嗯 因为我们发现到说成人种产这一块的话 在目前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服务量 嗯 人口老化之外 不只是一般人老化 身心障碍也是会老化 对 嘿 那 目前台湾的话 据统计有两千 两万七千个 中高领的身心障碍者 嗯 那他们现在就是被私人收容还是怎样 大部分的话都是在家里 其实出来的不到一趴 哦真的啊 很少啊 家的机构很少 都在家里面 专责做中高领的 大部分的家庭 你现在养老 养老 他不说 因为他真的要花太多能力去照顾了 因为他是从年轻就是身心障碍 智能障碍 心智障碍的孩子一路走过来的 那老人院的话 他是照顾65岁以上的老人 他的服务性质型态是不一样的 就是养老院 我们这些人进去OK啊 他往正主要照顾我们 还会动来动歉 只是嘴巴比较贱而已嘛 就啰嗦一点而已 其他都好照顾嘛 是 对啊 那个 身体真正肢体障碍 或是那种那种多重障碍 真的是不好照顾嘛 所以身心现在是做这一块 专责就是中高龄 中高龄 中高龄是几岁开始的 一般的建议的话 国内的建议是45岁以上 那45岁就叫中高龄 45岁以上 那在香港的部分 他40岁以上的行政障碍者 就开始列入评估 他是不是已经有老化的现象 那我们想说 如果定一个年龄的话 就是有些譬如说30几岁需要服务的 我们如果定一个门槛的话 那些孩子进不来 对 那些老寒儿进不来 所以 所以我们就是定中高龄重度 我把他只是一个限定 我没有把他界定到 到底是几岁这样子 因为他 所谓中高龄 他有时候是年纪 但是你要看肢体状态啊 对啊 有些人可能到30几岁 他已经出现50几岁的那种状态 有时候开始在接手这件事 我们今年的8月 就是这个月的8月11号 我们已经迁回我们的圣心院区了 已经开始在重新服务 OK 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 来再讲一下 圣心教行要变成这个过程里面 他事实上需要很多的改变 我们休息一下 是